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放的那个影片就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 他介绍了北京胡同的文化 影片最后呢他提到因为时间的流逝 胡同已经慢慢都被拆掉了 我觉得那个内心是比较震撼的 我现在过了85多块 我在王府井地区工作了50年 所以我对王府井地区特别有感觉 我为什么到这来呢 一个是自己感受一下 回味老北京的味道 特别是一些建筑 砖滑 合局 等于是进了老北京的老葡萄 另外一个呢 给我们老北京人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 出来有困难 我拍一些个视频照片分享给大家 回忆过去这一段风情 感触最深的呢 就是小吃到这来你想品尝点什么都很方便 这就比上小吃店感触更深刻一点